開會開了那麼多次,實在很煩 所以我最重要要有那個數字 你要想清楚 不要說20坪、30坪、30米、幾米 到底你要讓多少 這個數據從哪裡一個標準 哪一點30尺 要想清楚 我們那個路有8米 你說含那個路 路到底含到這邊 左邊的路還是右邊的這邊開始30次 你要寫清楚 最重要這個數據要弄清楚 還有一個你1500戶 我前幾天去看清楚 目前那個幾戶你知道嗎 那個福德平宅 504戶 1000戶就是目前的這個 最少要三層上去 如果委員你們去看一下 三層上去 那個一個陽光沒有了 不要什麼陽光 你去看 還有一個空氣 那個擋風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水 那麼多人那個水夠嗎 我們以前去住的時候 不要加壓馬達 後來都要加壓馬達 所以那個你要看清楚 想這個弄清楚 還有一個 就是那個 我建議啊 你這個蓋這個房子 有餘力的 你要有數據 要去看 要去偵測 要實際講出來 不要說啊沒有問題啦 沒有問題 麻麻烏烏烏烏 這個最敗筆啊 所以要弄清楚回答人家 你這個當然你怎麼樣 你講的哪一點不對 我數據實際 給你環駁 這個叫做要弄清楚 還有一個 上一次說要講什麼 什麼模型什麼 通通沒有做完 你只要講書面 平面 所以我再強調點 要弄清楚 因為我弟弟一個博士啊 跟李彥博士差不多的 他我說你寫什麼出來 他說 哥哥我論文給你 他只有三張火葉子 就是好像牛頓 三定綠傘 你不要那個寫那麼多 廢物一篇 實際上你要寫出來 然後我那個弟弟最 對中國最大的貢獻 第一個釣魚太刀 第二個那個 月牙樓啊 就是他爭取 所以保持 我的意思啊 台灣是民主社會 應該比大陸那個什麼 以前說不好的啊 共產集團 他都會聽我那個弟弟的建議啊 他去看啊 月牙樓現在留下來 我講的意思不是懸吊 就是要弄清楚啦 人民有什麼問題 你要弄清楚去看 OK 好謝謝 謝謝謝謝 下面請施問 小姐來